蘇敬恒 藍華球場王壩 藍華球壇名家 下季港超聯賽場上 就再聽不到這首藍華會歌了 因為藍華足球會成立過百年以來 首次降落到次級的聯賽 不是呼吸失敗 而是自願由港超聯降到甲組 藍華退場對港超聯有甚麼影響呢 紅心臟自發展足球的鳳凰計劃 現在搞成怎樣呢 問問大家 你對上一次入場看本地球是甚麼時候呢 當香港的運動員努力練習為港爭光的時候 社會給了他們多少資源呢 超過300億的啟德體育園項目 即將會在立法會財委會那裡審議 用提案有因 即是讓落選的投標者拿回一些錢 這個補償方法去吸引人投標 好嗎 體育園是否香港運動事業的希望呢 今天的題目是… 藍華光環退,竹運近黃昏 籌見體育園,照標要有恩 今天有四位台上嘉賓 分別是香港足球總會董事梁芷珊 大家好 梁小姐也是飛馬的主席 還有是理大香港專屬學院 人民設計及社會科學學部港師 李俊榮 大家好 李俊榮也是資深的球迷 寫了幾本書 關於香港的足球發展 另外還有立法會議員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議員 馬逢國 大家好 今天也有位政府官員在這裡 體育專員楊德強 大家好 好,歡迎大家 好,我們今天談談兩個主要的話題 足球和體育城 不如先由藍華講起吧 藍華現在決定不再參與下季的港超聯 對港超聯會否有打擊呢 似乎有兩邊不同的聲音 例如足總主席梁孔德說 相信東方等其他球會 都有一定的號召力 但例如足總的行政總裁 涉及父就說難免對球市造成打擊 一定會影響入座率 大家怎麼看呢 對港超聯會有甚麼影響呢 馬逢國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當然了,藍華作為以前的… 一個很出名的球隊 以及很多球迷擁護 他推出港超聯 我相信或多或少會有些影響 但這個影響只是短期 長期來說,我覺得是有待觀察的 因為他現在提出的 即是說退出港超聯 大概在甲組 他就會將那個焦點 以及將以後的營運 放回這個清訓工作 我覺得這個提出是值得期待的 因為事實上,現在譬如說 港超聯 有很多外籍的球員 在這裡參與比賽 反而本地的青年球員的機會 來講,就相對少了 那這個變化會有甚麼影響 我覺得是值得觀察 如果真是一個比較好的轉變 又能夠帶到一個新的風氣 讓本地的青年球員有更多機會 未嘗不是一個好的變化 好,其他呢 梁智三、李俊榮、楊先生 有甚麼特別的看法嗎 會否影響港超聯的入載率 吸引力 作為一個踢球和看球 幾十年的球迷 我覺得藍華會是一個歷史猶解的球會 固然他有很多湧蹬 藍華去港甲,不打港超 當然我相信對於球迷來說 對於藍華會的球迷是會有失望的 但我們看這件事 也要從一個比較宏觀 和整體的角度去看 藍華會過去這幾年的成績 還未達到自己的預期 他現在決定去港甲 集中做多些清分工作 這固然他會有自己的考慮 但看回港超,例如在過去這一年 也有某些地方有些進展 例如我們有球會 可以去打瓦罐杯 也看得到今年瓦罐杯 我們幾場在香港主場的賽事 的入場觀眾都非常好 另外,看回東方對傑枝 在最後一場聯賽爭標的比賽中 亦有一個旺角場全場爆滿 以至藍華對傑枝的足種杯決賽 都有五千多個觀眾 看到這些都是近年比較可喜的 令球圈有點鼓舞的現象 希望大家不要只看一個因素 而整體來說,看回整個足球的發展 其實最主要是大家多點入場 支持我們的球員、支持我們的球會 這就是最直接、最有用的 提到入座率 剛才專員提到兩場球 說入座率也不錯 但有些報導說 其實港超聯現在的平均入場 人質每場都可能一千或一千都不夠 還是幾年都是十級以下,是嗎 我想大家都應該明白 因為平均數只是其中一個指標 不可以看平均數 而說入座率做一個結論 實際上,在過去這幾年 無論是我們香港隊的比賽 以至到一些大賽 都是很多球迷擁場 以至到最近熱刺來香港 跟蠍子打這個表演賽 我們也有二萬八千的球迷入座 以至到我們7月19日和22日 我們英超的挑戰盃 在24小時裡 已經五萬多張球票賣光 所以足見我們仍然 香港是很多足球的愛好者 以及很多榜場客 只要球會和球員繼續努力 我相信我們都可以有機會 吸引更多球迷入場 好,不如問問梁子山吧 梁子山也是飛馬的主席 是 昨天南華的前竹主羅潔成 梁子山先生 在香港加書也有一些意見 他說這幾年支持梁子山搞飛馬 他說飛馬和南華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管理的 可以說一下嗎?梁子山 好,但我很想回答剛才第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南華的退出 會否有一個重大的打擊 好 我覺得打擊是非常重大的 因為其實無論球會怎樣做 或者超聯怎樣做 或者政府怎樣支持 最後,球迷去支持足球 大家有很多選擇 大家的娛樂有很多選擇 其實支持足球是一種心情 最近流行、最近喜歡 或者最近好看、最近熱潮 大家就會進去 我覺得超聯少了南華 其實真的會對於球迷來說 他們覺得一個很合理的期望 就是說一個百年老會 是會支持香港最頂級的聯賽 這個期望是很合理的 在球迷的角度 但是就發覺原來南華 原來會這樣自動申請去退降班 我覺得這個打擊大家心情 這件事是影響很重大 但是也需要在南華會的角度去理解這件事 就是搞球不是少錢的 南華會的身分也是一個體育會 他以一個體育會的收入去支撐足球的支出 當然他會有很大的考慮 不過究竟是否真的找不到一個足球 或者找不到一個投資者 令他作出這個決定 我相信不是 羅先生 未必會找不到 不是 但是我覺得他找不找人去支持這件事 跟會的方針是很相關的 會會知道搞甲組和搞超聯 現在距離的投資金額是越來越大 因為我們說超聯要求職業化 有很多要求 背負很多人的期望 如果是超過千萬 不止的 超過千萬就很… 基本的 很細形班 大家都很容易計算 12個月都要出糧 每個月要出多少糧 超過千萬 每個月都不夠100萬 怎樣有幾十人 你還要有好好的水準 有球員、有管理球員 簡短地說 我覺得南華會有它的原因 不過我很希望南華會當他說 他真的投資進去清訓 或者是青年球員 是需要真做的 因為其實南華會是擁有一些硬件的 相對於所有其他的單位 都擁有更多的硬件 如果他支持清訓 或者訓練年青球員是真做 而不是目前一個承諾 因為我相信南華會 基本拿出來支持足球的錢 放進去清訓 以及放進去支持年青球員的話 其實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可否簡單地說一說 為何這麼難找足球員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說真的,十對球、十二對球 即是你找10個、12個 傻瓜也好,他有獨具眼光也好 在香港找12個人是否這麼難 或者是國際投資也可以 即是你投資足球而已 但我相信是… 我不相信很難 我永遠都不會覺得很難 但我也覺得自己在足球上這麼久 我覺得整個政策的配合很重要 如果政策是投資之後 有很多制爪 其實任何人都不會投資 例如甚麼制爪 例如香港先天不夠硬件的問題 當然政府會盡量配合 但還是需要一個時間 羅馬非一天建成 但你的羅馬建成了,我才來 這種相互關係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這個解答… 如果很簡單地解答 為何難找足主會是這樣的原因 好,不如先讓李淳榮說一說 李淳榮也是長期研究本地足球發展 怎樣看南華降班 你會否也有點傷感 第一,我反藍,所以沒甚麼傷感 第二,其實南華降班也不錯 因為城市論壇會說香港足球 我猜30年沒有說過 其實我想說甚麼 如果你剛才提到港超入場人數 其實今屆出現一件 幾年前會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是原來平均買票入場 這方面的結智是比南華會更多 所以你看到南華過去近幾年的經營 其實是非常非常落伍 或者非常非常不好 但它退出有這麼大的震動 可想而知其實南華的品牌或者名字 其實在社會上還有很大的潛在影響力 它的潛在的球迷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但也順道回應剛才楊先生所說的 即是說熱刺離香港打球 或者遲些英超挑戰賽 其實跟本地聯賽或者本地職業波 是完全兩個很不同的商品 如果我們當它是一個商品看待的話 我猜我們近這個星期 因為南華退出的討論 我猜我們需要弄清楚的就是 政府是否真的當扶持香港職業波 是它政策中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究竟我們公眾有沒有決心 容許政府花很多資源 來扶持香港職業波 我猜我們這幾個星期需要討論的一件事 好,剛才大家大約都說說 南華退場的影響 不如剛才馬逢國都說 其實南華自己的說法就是 他想專注搞清訓 不如又說說鳳凰計劃 鳳凰計劃其中一樣都是說清訓 當然鳳凰計劃有很多其他 關於球會管理的部分 不如讓兩位說說 其實現在有些人 例如我們看到前足球師生的李傑和 都在報紙上說 他覺得完全看不到鳳凰計劃 這件事存在 那專員怎樣回應呢 我們鳳凰計劃就是從2010年開始 直到2015年是一個五年計劃 就是2015年已經完成了 但是政府對於足球的支持是繼續的 就是足球總在2015年的時間 提交了一個五年的策略計劃 而民政局也同意了 從2015年開始 直到2020這五年裡 每年撥款大約是2500萬左右 就是每一年 就是支持足球總 繼續去改善他的管治 以至到各方面的行政、清訓 各方面的工作 除此之外 其實政府對於足球的支持 還有其他幾方面 譬如說康民署每一年 都是給足球總共1,800萬 是做好地區的工作 以及做香港隊的訓練 還有就是我們也支持 我們的區隊參加香港足球總的各級聯賽 每一年的撥款都有一千萬 加起來的數額大概是五千萬 另外馬會也很支持香港足球的發展 在… 很多錢,那些成效 似乎有些人質疑成效的專員 我想我剛才說過 有些方面是有進展的 譬如說港超制度 令很多事情中比較制度化 和職業足球比較接軌 以往當港甲的年代 大家都知道 既有職業隊也有業餘隊 但現在一定要拿到牌照 才可以參加港超足球 要求提高了 亦要求每一隊港超球隊 要做清分工作 但大家都已經明白 足球的發展是一個長遠的計劃 不能說兩、三年之間 就看到成效 所以我希望政府會繼續支持 但相信我們除了硬件方面 和資源方面的投入 更加需要足夠自己本身的努力 以及球會吸引球迷入場 才能做得到 不如問馬房國 作為監察政府的議員 覺得政府做得如何 我覺得過去十年 從政府的角度去看 他們的確投入了很多 包括鳳凰計劃 剛才跟專員說的 但如果我們看 總體來說 首先香港是很小的城市 七、八萬人口 另外硬件也不足 如果要發展足球運動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現在的投入仍然是不足夠的 現在政府加起來的所有投入 可能都不夠舉辦一次的 例如英超在香港的對抗賽 即是馬上舉行的 那些邀請的禮金 即是聘用的錢 所以你去看這些錢 例如鳳凰計劃 他投入之後 給了足總去推動 但這些錢是如何滲透下去呢 是否能夠滲透到 哪一個層次才是最有效呢 我想這方面 就要認真去觀察和分析 我覺得很多可能都進入了不同球會 一些高級管理層的薪金 諸如此類 但真的去到年輕本地球員 他們佔到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想這是比較實質的問題 好 但政府是否適宜介入很多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的看法就是 錢是用了,不算很多 我們的資源正在擴展 有很多體育員、足球培訓基地 是 但這些足夠至於支撐 整個運動的發展 好,要問一問梁子珊 馬逢國的錢用了很多 在球會高層,是不是 就是球會高層 政府的錢一毛錢也沒有到球會 這個必須要澄清 因為那些錢是用來完善 足總的架構 架構其實… 錢… 大家都說一個數額多和少 其實真的想一想便知道 好像一間銀行 你要去做一個銀行的架構 你需要人 好,即使架構齊了 即使架構齊了 然後也要有一個大佬 需要去做一些推動的事情 政府的鳳凰計劃的錢 也是去完善足種的架構 包括剛才楊尊元所說的其他錢 即是由HAB付款和馬匯付款的錢 都是去完善一個架構 但不是求會,沒有去到求會 是足種的架構 是足種的架構 以及青年青訓、香港隊 大家說的範圍很大 如果大家要知道 香港有多少足球的從業員 即是他的家庭、生計是由足球來的 其實有些會由這些架構去支持他們 令他們有一件事 但錢的確是不多的 這件事都是相對的 但真的去不了年輕球員 或者去青訓嗎 政府不是負責出錢給年輕球員 我們必須要清楚去理解這個角度 但我想說如果有人 或者有份量的人說 我看不到任何東西 那真的因為他看不到 因為… 譬如我們… 當然在計劃中有得做得好 也有些是做得不好的地方 譬如如果你說我比較熟悉 大家容易比較理解 足種在這幾年的市場 其實當我沒有鳳凰計劃之前 足種是只有一個市場的同事 而且是由另一個部門的同事兼任 辦賽事順便辦 這幾年裡,雖然國際賽事不相關 不相關於本地的港超 但其實也是一個… 幾年裡我們做市場的進步 一個很簡單的分析 就是英超來香港舉辦四國賽 收600元或720元 令大家可以看四對英超的球賽 為何球迷那麼踴躍 首先我們要想想 為何英超選擇來香港 他可以去新加坡、去北京 他可以去任何地方…上海 但他們五次選了四次香港 上次去了新加坡 我們覺得… 我們每個香港市民都懂得說 我們的硬件不是最好 不是最漂亮、不是最新 需要新的,我們配套不夠 但香港仍然是一個 很有競爭力的城市 英超… 其實這些賽事 英超是要付很多錢 令我們球迷可以看到一場 他請四對球來 很簡單 如果我們的酒店做得不好 我們的人不聰明 我們的人不夠專業 我們的接待不夠熱情 或者球迷的反應不夠美好 他們很容易選擇另一隊 香港的球迷就是… 我們現在很縱壞 我們看英超也年年看 所謂鳳凰計劃的錢 不是應該用在推動本地足球 我只是說其中一個部門 已經可以發揮這些作用 當然,英超來香港 我們還是收錢的 這個錢也是因為某一些部門 或者很多部門加起來的作用 譬如很簡單 我們這次有三百萬的收入 大概三百萬的收入 也會去到剛才我們所說的 其他部門的其他部門架構 不如說多一點清分,好嗎 我們說多一點清分 看看李俊榮怎麼看 有很多名宿 例如顧錦輝說 現在很多都是用入籍兵 如果用越來越多入籍兵 香港足球運只會慢慢衰亡 李建和也說 其實也不見有些年輕的球員 清分產品 這屆竹總連主辦的青年聯賽也難尾 是嗎 青年聯賽難尾有些特殊的原因 我猜不在這裡多說特殊的原因 但回到後,其實鳳凰計劃 是支持足球 我猜很多事情不如說白一點 不要經常在混淆的概念中 兜兜兜兜 你說政府支持足球 足球裡面有很多東西 清分是足球的一環 職業足球是足球的一環 香港代表隊也是足球的一環 甚至你叫英超球隊來香港答 都是發展足球的一環 究竟我們現在討論 政府支持足球的含意是什麼 如果你說清分 只是集中在清分的部分 我不能否認無論是鳳凰計劃還是… 今天我們說一下足球 以及香港體育發展 剛才提到南華節縣降班這件事 現在轉一轉的話題 說說啟德體育園的發展 即將319億的項目撥款申請 就會到財委會 其實最大的爭議就是所謂的提案有因 現在說會給一個落標者可以取得6000萬 作為一個誘因吸引他們去投標 減低過流標的機會 最新的說法就是政府現在原本說 期望可能有四間公司入標 現在就減到三間 所以那個提案有因也會減少 只有兩間公司去到達1億2000萬 不如讓專員說說吧 有些立法會議員也質疑 這個提案有因是否壞的先例 我們這個體育園對香港的體育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的 一些大型的體育場地 是非常不足夠的 我們研究了很多的方式 覺得用一個設計建造營運的方式 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令日後的營運者 可以及早參與投標的工作 他有份去制定標書 以及日後的營運建議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為了要吸引這些投標者 因為如果他在入標階段 已經要集合設計建造和營運 這麼多方面的專才 我們很客觀地評估過 也找專家詳細看過 要做一份合格的標書 大概是要1億5000萬至2億 而且沒有一間公司 可以做這麼多方面 設計建造營運 這麼多方面的工作 他一定要組成一些集團 集合不同的專才 無論是建築、工程、營運球場 燈光等各方面 要一個團隊 去做可能6至9個月 長時間工作 去組合標書 實際上的功夫是不少的 而我們現在的建議是在第一輪 預審的過程中 入圍的集團 需要提交一份合資格 所有方面的合資格的標書 但是他不中選 這樣的話 我們退還一部分的投標費用 實際上這種方式 在外國有不少例子 在一些大型和獨特的項目 是有這種做法的 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在這方面 其實也要跟國際的做法接軌 所以在香港來說 雖然是一個新的做法 但是我們跟很多界別的朋友聊過 這也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做法 我們因應了一些議員的意見 是否可以… 不需要預審的階段 讓四間入圍… 第一輪 讓四間入圍,而減少一間 我們也看過之後 覺得這也是可以接手的方法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調整 但會否有時還有一個本末倒置 因為你整個提案 有欣是想要更多人入圍 現在就是… 因為你想付少一點提案 有欣花的錢 現在你就說 我接受少人入圍吧 好像跟你原本想設計的意思 相反了 我們在第一輪預審的時間 其實希望是越多越好 有更多的集團入圍 我們會做第一輪的篩選 只不過分別是 我們原本篩選是四間進入第二輪 現在我們會有三間進入第二輪 當然從我們的角度 有四間會比三間好 會競爭大了 其實亦幫助競爭大的時間 幫助我們吸引更多好的建議 在投票階段取得到 但我們也看過 現在我們新的調整是三間 亦是平衡了各方面意見的做法 馬逢國議員呢 即將會在財委會討論 我自己接受這種新的模式 實際上要做一份好的標書 的確不簡單 而在這裡做出來 再可以拿去別處用 的機會也不大 所以說退還一部分的費用 而鼓勵多點投票者 我是不反對的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三也好、四也好 我覺得這也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我反而比較關心 在設計和製造方面 香港已經有足夠的專業 而且他們控制得相當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風險也有限 因為這個工程 建造的風險也不大 而政府政府已經出了 由他們去投票 我覺得最大的風險就是 是否能夠有一個好的競爭者 在建造好之後 能夠營運好這個場地 這是最關鍵的 而原來政府提到的 在這方面要求競爭者 在營運的階段 他要承擔的風險相對是少的 當然政府也表示了 在財委會申請撥款的時候 會加強這個 要營運者承擔多一點 我覺得這裡如果做到一個 保證金也提升了 除了保證金 另外其他很多方面 要確保它能夠成功 我們不希望中間又要更換 那部分我會花比較多的精力 和時間去看 我也希望社會的討論 我看一個焦點 擺放在這部分 如何確保有一個中標的財團 他能夠建造好、設計好 營運好這個場館 這才是真正對香港而言 或者對特別體育界而言 是最重要的 好,不如問問李俊榮 李俊榮除了研究足球 對公共財政也有研究 對於政府用一億二千萬元 去回贈給入標者 你覺得這些錢是否用得其所 我覺得剛才楊先生說 這是跟國際接軌 無可否認某程度上是 現在我們在國際上 會有這些先例 或者其他地方 也有很多類似的體育園區出現 但打個差 就是不要在這方面向國際接軌 其他也要 利得稅務可能這麼低 益勢大商家 我猜無論是民主派 甚至是立法會中的建制派 對這個提案有因有這麼大的反彈 背後不是純粹是說 因為這個園區的問題 而是我們整個公共理財政策 本身就是向大財團傾斜的時候 你再用一個這樣的提案有因 其實會令公眾很反感 還有我猜整個體育園區 另一件很具爭議 就是剛才所說的DBO 就是設計營運 設計建造營運 例如我記得以前大球場 90年代初重建之後 也不是康民署或市政局直接營運 最後你要收回它的管理權 其實我們有一些很壞的經驗 就是將公共財 或者政府的項目交給私人營運的時候 是否真的令到那個項目 符合我們的公眾利益 譬如如果你看看政府現在的文件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理據 為何要交給私人營運 不是政府自己搞 就是政府有沒有這種人才 或者有沒有這種能力 可以找到很多國際性的大型比賽 在香港這個啟德體育園區搞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如果你看清楚政府 政府預期將來的體育園區的收益 其實很重要的部分 是說飲食、零售那方面 政府又是說自己沒有能力 或者是商界才會做到提升零售 或者餐飲的收入 我會問一件事就是 其實體育園區到最後 如果真的被私人的財團來營運 我不是必然要反對這件事 但我們有沒有一個很好的制度 令它不是變成一個 只是為了中上階層的消閒 來做的一個項目 因為如果你最後為了自負盈規 所以會令到租金貴 令到餐飲業或零售賣得很貴 其實就算你不是禁制基層市民 去用那些設施 其實你也會排斥了 基層市民使用體育園區的可能性 朱元,可以簡單回應一下嗎 我簡單回應李先生的幾點 第一,關於大球場 當時交給一間外國公司管理 正正不是用DBO的方式 而是設計建造 由另一個公司負責 所以設計建造完之後 有很多設施是不適合用的 包括球場的草地 以至上蓋各方面 所以這間管理公司進入之後 發覺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而令到後來要退出 所以我們這次用設計建造營運三者合併 希望營運者早日可以做到設計的階段 也是從香港大球場的經驗得出來的 第二方面就是收入 其實除了零售餐飲之外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部分是主場館 主場館的活動 我們預計是其中一個收入的來源 而要有收入來源 一定是要有經驗、有能力的營運者 是可以吸引到大型的項目 來到香港才可以做得到 這不是政府部門的專長 第三方面 李先生關心收費的問題 這方面 我們日後如果在體育園區裡 一些公眾設施 我們亦需要民政局審批 所以在收費方面 大家亦不需要太擔心 我們亦說過很多次 無論是室內體育館 以及公眾運動場 在日後市民使用的時間 收費會跟現在康民署的收費相約 這方面是可以保障大家使用的權利 不如問問梁志山 這個體育園區 我想足球也會使用的運動項目 剛才提到提案的誘因 其實也有億多元 有些議員說 不如把學校賣體育器材好 會否說那筆錢 讓你們捉獎 或者讓球會發展清分 可能會更好 我不會這樣看 因為我會看政府需要給予很多硬件 這是政府的責任 除了政府之外 沒有人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個硬件 我們用設計營運… 設計建造營運的方式 我是贊成的 我覺得原則上是贊成的 而且我們稱為PPP 公眾和私人的合作 如果用得到這個方式 提案的誘因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剛才的專員說 專家估計在28公頃用地的規劃 建築入職需要用到1億5千萬至2億 我覺得這是比較保守 其實如果你想… 當然大家看菜式吃飯 你想設計一個沒那麼漂亮的 或者不是很頂級的 那你用1.5億吧 但是其實就這樣要交標書 其實2億很基本 我覺得你會引導更多人 去做一個最好的設計 給香港未來30年 至少30年去使用 我覺得這個是… 相對來說是需要的 回答你的問題就是… 那個… 例如剛才李淑明也有提出 例如會擔心一些租用場館 或費用 你會否都擔心 即是立法會議員都會擔心 我們作為用家 足球或球會 作為未來的用家 我們都很用心地看設計 其實這三個設計 例如剛才提到的零售或飲食 主要是那兩大場館 一個室內、一個室外… 兩個室內…不是英 一個室內和那個當 對,裡面會有的 但其實公眾地方 主廣場那裡有很多很多地方 配合海濱到時會連結 到時會有地鐵站 其實公共可以用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像是比… 差不多維園那麼大的地方 其實那些地方 你說要入場、享用 或者…我不知道將來會否可以 霹靂、烤燒烤等類似 其實仍然是免費的 例如球會要租一些地方 來做練習、比賽 你足中也可能要找地方比賽 政府現在有一個承諾 是不會給目前目前康民署的 租用的錢供污 我覺得這也是有信心的 歡迎回到最後一次《折承上談》 今天說說香港的足球 還有體育園的發展 我交給你大眼鏡這位先生發言 其實網上找的 Sports Index都是賭博的 現在香港政府 好像在搞馬場私營化 300多億元建了馬場給別人 接著有馬會,高級的 剛才說過了 大部分人都可以去 可能去不了那些體育設施 體育設施如果真的要私營的話 為何那些不是足球的部分 就是私營 大部分其他體育館的就是公營 為何不可以這樣做 根本不能夠解釋 政府說要普及化、專業化、盛事化 其實現在普及化很失敗 外國、英國、西班牙和意大利 他們的普及運動都是低的 但那些都是經過於賭博 香港人口老化 一定要解決如何透過體育 令人的心理和健康素質提高 好 大部分人,而不是少了他們 好,謝謝 接著我交給我後面穿藍化球衣的 這位球員 光復論壇 運動員自費參賽有成績 就有官員來抽水 但現在令到有些球員 是因為他們害怕受傷 而沒有球會簽 不敢代表港隊 然後還有球員令到要散班 究竟花幾百億 都不能落到運動員身上的體育員 你們究竟想解決球員 還是想弄好球員 其實馬先生或體育專員 人家正在拆彎仔體育館 即是運動場 彎仔運動場 對不起,彎仔運動場 你有否出來阻止 藍化會散班 你有否幫過球員 好 為何香港這麼多年 職業足球都百多年 還要求球員去預訂場練球 你們在做甚麼 還有你們說了這麼久 為何沒有人提過運動員 好,明白 好,我交給郭先生、郭卓堅 長洲覆核王 看看會否司法覆核體育員 這次我不會司法覆核 不過我認為政府 既然用這麼多錢 讓別人管理體育員 為何政府不用多錢 請一些有用的人 而是用這麼少錢請專員 因為他說我沒有本事 因為這麼少錢 我只是懂得這麼多錢 為何不用這些錢 請那些有用的人 是有才能的人 入政府去管理 交給政府去管理 好 另外,好像我們的功能組別 這次藍華這樣的事情 他是否應該要引咎辭職 平之慶也,為類之恥 又未必一定關於馬先生的事 我交給戴帽這位先生 我個人的意見 為何要拿有限度的資源 不去培訓一室球員 好像十年前、二十年前 藍華出了這麼多球星 不注重這件事 只是注重外表 我們要辦體育場、運動場 這些只是外表而已 所以體育發展最核心 都是說運動員 他是運動員 前線員工要培訓一下 提供那些質素 好,明白 我交給我後面穿白衣的這位先生 是,我是公民黨的彭謙濤 我想回應局長 剛才你說 我給了多少錢 去發展足球 但有些事情是錢解決不了 譬如你球場的問題 你扔完錢出來 匡民署不配合 球員訓練球被人趕 球迷打氣被人勒牛 不准打鼓打氣 你這些政府會否去考慮做多一點 去鼓勵多些球迷入場打氣 做好球場氣氛 氣氛好,球迷自然會入場 不是說我有英超球隊才會爆棚 我想問你怎樣幫助香港足球呢 好,謝謝 接著交給大眼鏡這位先生 是,我們同意 無能的政府 沒有能力去營運體育員 所以要交給營運商 但我們更擔心 政府沒有能力去監管這些營運商 足球事業是台上嘉賓的事業 運動員叫年輕人把最光輝的時間 給予你們 之後他們的退休生活怎麼辦 支持全民退寶 好,接著我交給黑色衣服這位先生 是,其實培養香港人 對足球的興趣 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看外國的聯賽 我們要付多少錢 沒有錢,你連球都沒得提 對不對 其實我們怎樣可以令人普及運動 其實我們體育員 我們招標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一貫亞貴軍,亞軍貴軍 他們爭取的話,馬上有錢 好過中六合載頭獎,知道嗎 六千萬 為何我們這些錢要這樣花呢 還有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灣仔運動場 我們說要拆就拆 我們可否在原子 建一個新會展頂 建一個新的灣仔運動場 其實我們這些可以做到 謝謝 好,謝謝 接著交給論壇之友 論壇之友 他們說香港建一個體育場館 用這麼多錢,一幅地也是錢 搞出來是甚麼 出不了李二門的體育界 打甚麼呢 都沒有專業的 全部都嫌疑的 哪有時間去打球 香港現在的環境這麼困難 去打球 你說去打,就是我的份 我們以前跟張子代 三兄弟一起打球 這麼厲害 告訴他 我今年87歲 好,心臟力見 好,麻煩 接著交給打眼鏡這位先生 現在的環境是當年足球小象漫畫 不如先說回正題 我看過網上的背景資料 其實你們應該要跟換所有董事 以及行政管理人員 一次過刪除了 因為梁子山出版文化界 不如找一個國家旗醫生 做足球會的董事 例如宣傳運動創傷後遺症教育 可以多吸引足球員的運行 其次就是… 你本身體育影藝文化出版 四個風馬牛不相扣的管理 會否吃力不吐 不如將職位分拆開 好 找多個助理幫忙 好,這要看政制發展 看看功能組會否再有變化 好,我們先回到台上 最後幾分鐘 不如說說大家對… 可能是啟得體育員的期望 好嗎?即是即將上立法會 是否真的可以振興香港的體育事業 我們引述霍振庭、港協 奇奧委會會會長霍振庭 就說中國進來搞世界盃 我們香港如果有體育員 也有機會扮演 是這樣嗎?尊源 我們現在香港大園的體育設施 無論香港大學場、紅館 以至伊利沙特體育館 都已經在三、四十年前 興建或改建 實際上不能配合到現在的需要 我們現在香港的體育發展 的瓶頸在場地方面 所以我們除了啟得體育園 會有大型的設施興建之外 我們今年也宣布了五年計劃 會有200億在全港各區 增加很多體育設施 包括有球場、有室內體育館 所以硬件我們一定會努力提供 但第二件事 我們在支持普及化方面 亦有很多資源和功夫 今天是討論足球 但其實大家看看全香港的社會 在體育普及化方面 在過去這十多二十年 是有大幅提升 我舉個例子 香港馬拉松在1997年 只有1000人參加 今年有7萬多的跑手 其他很多的大型項目 參加的人數和規模是越來越多 這些是我們普及化 精英範圍、城市化 所得出的成果 另外,剛才有市民提到 政府管理可以嗎 政府不可能包覽所有事情來做 一定要利用不同的… 包括私營機構的專長 去管理不同的項目 也有提到灣仔運動場 我想重申,我們說過很多次 灣仔運動場是一個建議 它會做研究,也會做諮詢 結果是怎樣的 我們稍後會諮詢公眾 好,謝謝專員 梁志三呢 我反而想說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體育界 對其他體育園的期望很大 亦希望政府擺出的建議 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不會是所有的問題 但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不過我比較關心 就是室外運動場的位置 那裡是5000座位 我覺得很簡單,就這樣聽 就是覺得比旺角牆少 是否需要7000座位 我們至少能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好,謝謝梁志三 李俊榮呢 還是回到第一節說的問題 就是所謂體育運動發展 其實在說甚麼呢 譬如政府說 盛視化、精英化和普及化 這三個目標可以互相支持 亦可以有時在資源不足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我猜…剛才專員也說得很好 譬如你說馬拉松 我們的參與率是多了 但我猜政府要衡量 要做更多的事情 究竟指標… 譬如政府十多二十年 沒有去做一個大型調查 去看看究竟香港市民參與運動 做運動的比率是否增加了 而到最後的問題 當然就是沒有規管工時做運動 真的很難抽出時間 還有最大的場館 真的跟香港職業足球發展 應該的關係不大 好,馬逢國 我覺得體育園區其實是體育界 整個體育界爭取了十多年的項目 其實社會欠了體育界的設施 但體育園,即使他建成 都不能夠解決所有體育界的問題 包括… 我想盛視化可能會幫到很多 專業化也會幫到一些 普及化相對來說是少的 但我覺得總體來說 其實最重要是 政府在其他方面是否能夠配合 令運動員的出路、就業 都能夠改善 社會的體育氣氛提升 好,下星期再見,拜拜